我回不去了 一句回不去了 倒進了被小三介入的感情 再也無法重修就好的痛 這樣揪心的劇情 被列為戲劇老梗第一名 不過除了小三 有時候救情人 也會成為感情的導火線 這一拳我忍了五年了 如果不是你 我跟又欣還會在一起的 丁立威重重的一拳 不只打在李大仁身上 也打盡許多觀眾的心 這樣老掉牙常見的劇情 被列為第二名 男主角被打不夠慘 更慘的還在後頭 別說了 別說了 我真的什麼都想不起來 無論是因為車禍 重病 還是家族遺傳 男女主角的命運總是有些坎坷 失憶的橋段 總是出現在各大電影及戲劇中 極精勞梗劇情前三名 哥 你練的是什麼學校 這是男校嗎 哥 拜託你不要這樣 你太離譜了 至於女扮男裝的劇情 可是從古代花木蘭 就流行到現在 不斷被模仿 一樣被認為老梗 但卻依舊看不膩 我大錯了呢 戲劇中男女主角的設定 不外乎是貴公子 戀上平凡的女孩 這樣相聚盛大的感情 彷彿才有火花 除此之外 十大老梗劇情還包含 容易被誤會的一幕 剛好被看到 還有主角得了不治之症 或是想親身被勸了下來 以及一定會找到失散多年的親人 更好笑的是 吵架打架時總會破壞道具 儘管老掉牙 但少了這些老梗 偶像劇要怎麼揪心 怎麼演下去 記者鄭仁東 郭馨廷 台北採訪報導